大家好,温度对植物的生长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那么对杜鹃花也是不例外的 那么我们要想让杜鹃花能够尽快的分化花芽开花 那么就一定要保证它适合的温度 杜鹃的话最适合它生长的温度是在15度到25度之间 这个时候是它花芽分化的关键时期 只有温度合适了,它就能够很快的分化花芽 那么一般的话我们把杜鹃放在日温20到25度 然后夜温是在18度左右 我们一般经过20天的时间就可以让它分化花芽开花 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温度特别低 比如日温只有10度,夜温只有5度左右的话 就会抑制它花芽分化,让它一直开不了花 所以像现在春季剩它的一个花期 如果温度过低就会抑制它花芽分化 导致它开不了花 但是如果温度过高的话 这个花朵会很容易凋谢 会导致它的花期时间缩短 所以我们在养护多久的时候 就一定要把它放置在适合它生长的一个温度 这样可以让它更容易花芽分化开花 而且开花的时间会更长 那么大家在养这个杜鹃花的时候 平时除了浇水、施肥这些必要的工作之外 温度一定不能够忽视了 如果温度忽视了就会抑制它花芽分化 然后让它开不了花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杜鹃生长的必需的一个因素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